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這一個 這是胸針嗎 是 胸針 胸針欸 然後上面是蜻蜓吧 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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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寶貝怎麼來的 這個比較特別 這是我所有的公司的同仁們 也就是我公司的員工 再加上跟著我上課很多年 我們最特別的粉撰級的學生們 在我生日的時候集資 大家集資 那希望送給老師一個 一個可以永久流傳的 所以他們買的是真品 對 所以要集資 因為可能 可能不是很一般的價格 但是我說實在 為什麼師姐姐會從藝人變老師 這中間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轉折 從小時候的志願 第一要當歌星 第二要當老師 那後來長大 因為我其實是遇到了很大的災難之後 一無所有 發現我唯一剩下的就是 我從一九九零年 我在全世界很多的國家 跟隨很多的老師 學了很多不同方面的課程 所以當我二零零一年發生 東科大火燒掉 那有一些災難的時候 我就用無形的東西 去轉化成現金 所以就開始演講 開課 教學 對 教學 但寫書 我的書也都很暢銷 出了六本 那當然這是因為 有很長期的學習累積 沒有想到有一天 居然全部派上用場 就變成老師了 對不對 當老師不簡單 其實當老師難在哪裡 難在你過去的 點點滴滴的累積 對 因為你不可能說 一來你就當老師 你一定是怎麼樣 首先你有學習 第二 你有反思 第三 你有怎麼樣 練習 對不對 你有用上 你還會覺得說 用得好像我在書上 學得好像還不足 可能你會再做發揮 當然你這個時候 運用得很好 你才能去教別人 對 是不是 是的 那你當老師 我就 因為我也注意到 你也寫書嘛 還有去做 開一些課程嘛 對 我就覺得說 你把你自己過去 累積的經驗 傳承給年輕的人 對 這是功德一見 這個是相當了不起 而且你不要看 我的很多學生 有的都比我年長 甚至三代同堂 有的在媽媽肚子裡 就來上課 你看看 好 所以你看 有這麼多的學生 然後也有感恩的心 送了這樣一隻蜻蜓 好漂亮的一個禮物 我們今天也來 這個蜻蜓 這個蜻蜓它是紅匪 紅匪 然後很巧的 它就把那個紅匪的部分 就雕成一個蜻蜓 所以我覺得它是算一種巧雕 對 巧色巧雕 因為蜻蜓它必須要帶點飛翔 你看它下面有一點流蘇 它就把這個動態就跑出來了 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們也評估一下好不好 來 好 請見價 七萬元 相當地漂亮 相當地漂亮 不過這個 據我所知 他們買的時候不止 真的喔 如果我沒有記錯 有可能是買十一萬左右 是 這要這樣子說 有的時候緣分很難 比如說我們幾個學生 大家想到送給老師一個蜻蜓 去哪裡找啊 對不對 是要有個緣分 但是如果是另外一個傾向 什麼傾向 比如說我們去駐把店 看到一個蜻蜓 蜻蜓不錯 送給老師 那可能那個時候的價格 就會還OK 對不對 你刻意找 跟你隨緣那是不一樣的 是... 而且真的 我說實在的 翡翠 紅翡啦 或是翡翠 這水太深了 要看真的是不容易 你知道嗎 來 再來看看這一個熊村 這個... 這個我是覺得... 遠遠的都看得到 這個讓我們想起那個 香奈兒的山茶花耶 真的 而且你看它的花瓣 每一瓣 然後到花蕊都是鑽 都是鑽石 滿滿的鑽 而且它的鑽有層次的 有顏色的 不一樣 這不會要是送媽媽的禮物吧 我發現所有厲害的東西 都是你送 媽媽... 肯定是媽媽才配戴 這麼高貴的 媽媽有戴嗎 當然... 重要的時候戴 重要的時候 來 我讓前老闆看之前 我想先問一下 那時候因為你其實十七歲開始 就要一肩扛起夾擊對不對 收入的時候最高一個月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可以賺多少 我在淡初演藝圈的二十五年前 那時候就大概一個月收入是 個十百千萬四千萬 七位數字 個十百千萬四百萬 一個月 對... 二十幾年前 好可怕喔 二十幾年前那個一百萬 都是中小東路的房子了吧 是不是 那時候房價應該一平 在東區應該是十幾萬吧 一二十萬 對啊 小東房也可以賣 你看看一個月 就有這樣的家庭 但是為什麼那時候 已經賺很多了 也一直在賺 但是卻沒有辦法 負擔家人的這個債務 太多了是不是 每個家庭都有一些 特殊的狀況 那我家的狀況 剛好人數稍微多一點 所以就會變成 我是唯一 唯一有持續在工作賺錢 那其他的 媽媽很省 但是她幫助其他的孩子 所以就會變成 賺很多也不夠 那時候妳心裡面 會不會覺得好不公平喔 就我一直賺 大家一直花 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家族的悲劇 為什麼不能止住 我倒是沒有去怨說 為什麼我賺你們就花 只是覺得怎麼樣 可以讓家族 步上正常的軌道 是 這一點很難 那媽媽的角色 也是很尷尬 媽媽就是那種 孤兒孤兒孤兒 但是 知道妳比較會賺錢 來幫忙來分擔一下 對 她就覺得 我唯一的孩子就是 就是思潔能夠賺錢給我 所以她就把我看得很緊 然後 戀愛不能談 就是工作 對不對 每個家族都有些 特殊的狀況 當然... 而且當上帝賦予妳 這個任務的時候呢 妳可能會覺得滿腹的委屈 因為妳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那旁邊的人 妳會覺得說 怎麼我兄弟姐妹 就這麼輕鬆 我為什麼這麼辛苦 可是妳知道嗎 在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妳才會發現 妳的重要性 妳知道嗎 人最貴重的在哪裡嗎 存在的價值 妳知道嗎 人...什麼 妳有多少房地產 妳有多少影響力 甚至妳有多漂亮 我覺得這個都不重要 重要在於 妳有存在價值嗎 妳的存在價值是什麼 如果假設妳沒有存在價值 就妳很有錢對不對 人家也不理妳 那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這樣想一想就可以 比較... 我總是想 我能夠付出 總不需要人家給我來的榮耀 一點都沒錯 這樣就對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妳付出 然後也記得幫媽媽買 這麼漂亮一個胸針 這麼漂亮的胸針 這個應該怎麼那麼胸喔 這個應該是今天 最... 有可能應該是今天最最... 對... 這入手價要多少 這也是名家設計的 好 來 45萬一個胸針你看看 要見價了喔 要見價了 好緊張 好期待 來請見價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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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說喔 這個... 這個的設計跟它的相供喔 Maybe可能比它的材料錢還要詭 真的 因為真的很心細喔 蜜釘香 然後呢 你手摸起來了 它是平順 對啊 它沒有刮...刮手的感覺 這不容易 廖老師 這個設計是不是還... 請廖老師給我們評論一下好不好 算...算是不錯的吧 這一個款式呢 我剛剛有特別去看了它的相供 是 因為它的相供技巧來講的話 因為每一顆鑽石都是一樣大顆 在相供學上面的話 就是說它在鑽每一個孔 它會一致性 會比較簡單 可是呢 你看它的背面 它的背面 一般我們鑽孔是圓形的 可是它背面的這些孔呢 它有在用鋸子鋸過 所以像... 雖然說小鑽石一顆可能一分半 但是它有的有到兩分 有到兩分半的 所以它的孔用手鋸 所以它是手工的 這個款式是手工的 那它把它的K金做到最薄 一般手工都會做得比較厚 所以這一個是很難得的 那我們去看這樣的一個相法 因為它這個師父可能就是比較 優雅型的 他喜歡用同一個顏色 然後用漸層去表現 包含我全部都黃色的時候 那我用有幾個顏色去漸層起來 這個很難排得定 如果說我們能夠證明 因為它上面沒有打哪一家公司出來的 是 如果它有打品牌的時候 這一個的價格可能會是 三百萬以上 有可能 那我來講說 胸針的物件呢 因為這一個款式是屬於大型的 一般大型的款式會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讓你戴起來的話 你可能穿衣服的時候會比較好搭 因為它有兩個顏色以上的時候 你會比較好搭衣服 你如果單一色系的時候 不一定好搭衣服 單一色系的時候 你包含你的戒指要搭 可能也要黃鑽喔 也要彩鑽喔 耳環也要黃色的喔 否則你很難搭喔 但是如果這個款式的話 上面白鑽 然後有紅寶石 那你就可以搭兩種顏色 或者更花俏的顏色 你穿花色的衣服也可以 這個也是一樣 那現在有一個最新的 大家最喜歡用的一種 比較節省的方式 可是起來的時候 又是受到廣泛喜歡的 就是這一種款式 什麼樣的款式呢 它是很薄的鑽石原石 面積很大 做花瓣 對 做花瓣 然後就變成有層次 可是它的價格又很便宜 因為中間這些地方 中間這些地方 是不用做工的 不用相鑽的 但是這個鑽石又很薄 它只是有顏色 那沒有切割 所以現在時下最流行的是 這種相法 所以你看看不同做法 不同的美感 對不對 對